不行短短短 不行露脸 吃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去吃吧 想干坏业 你干嘛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不行不行 果然血缘亲情并不是简单的时间距离说隔断就隔断的 尽管专郎和孙子孙女如今才一起短短共处了十天 可是十天的感情却早已和旁人多年相处的感情没有多大差别 而看着小林丽小月儿从最终面对奶奶的成果寡言 到如今在奶奶面前可以尽情放肆嬉笑的变化 王小飞张兰也是觉得这一次黄费人流利 换来和孩子们的日本之心没有白费功夫 而网友们看到孙子和兰姐打成一篇也是觉得画面十分温馨 或许这就是千千万万和兰姐一样的长辈想要的天文之乐 而不得不承认虽然大家总说兰姐是故意拉孙子出来搏流量 可是倘若小林丽不喜欢奶奶的做法又怎么会一直跟着奶奶呢 而昨日在兰姐的直播间中 兰姐不想要小林丽出镜 并可是小林丽却非常主动和奶奶互动 甚至是各种撒娇爽无赖小技魔都用上的要求出镜 而兰姐那笑得可不拢嘴的脸庞就更加说明了当时的心情 到底兰姐这么PV也是值得了